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這台 屏幕變質著的 gameboy color mill 這台機器是大概兩三週之前 我說的一批廢品機器裡面的一台 當時呢我看到這個現象了以後呢 我就立刻在那個ali-express上面 訂購了一批 那個液晶顯示屏的偏光膜 據說啊,就是更換這張偏光膜以後呢 這個屏幕就可以完全修復了 那前幾天呢,這個偏光膜就已經送到了 所以今天我就嘗試 給這台屏幕更換偏光膜 看看是不是可以完全修復這個屏幕 OK,那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還是得拆機了 這次我用這把新的螺絲刀 因為這個螺絲比那個switch的螺絲大一些 所以我嘗試更換這個大的這一頭 嗯,感覺尺寸也是剛剛好 OK 把這個後改打開,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六顆螺絲 onto裏比1尺寸 Heavenly仔二五六個 看一下濃度影印的是 對方的第一圃子 然後切到修復,就定溶寬llow 啊 Ó a 好き用的 OK,後蓋的這6顆螺絲我擬掉了 接下來我們把這個後蓋取下來吧 嗯,很輕鬆的取下來了 看一下內部,內部還是,其實是比較乾淨,這好像有點髒的東西 好像是生鏽,好像是腐蝕,杜層好像掉了一塊下來 嗯,當然不嚴重吧 我暫時把這個後蓋放一邊吧 我們看一下主板 嗯,主板很乾淨 OK 這次主要是為了處理這個屏幕,所以我們必須把主板給拿下來 OK,接下來我們繼續拆主板吧 先拔下這個屏幕的排線,然後擰掉這3顆螺絲 我們先擰螺絲吧 內部螺絲是十字螺絲,大家注意要換十字螺絲 嗯,這個螺絲尺寸也是比switch裡面大的一號 我換個大一鍵的頭吧 嗯,這個0號螺絲也顯得小 0號螺絲倒也顯得小 好,我們看一下 用起來1號螺絲哦 這剛剛好 給大家做個參考吧 這個叫phe哦,不知道是什麼標準 OK 1顆 1顆 2顆 3顆 1顆 好了,那個固定主板的3顆螺絲我們擰掉了 然後把這兩個排線 扣給往上抬了以後,弄送了以後呢 我們這樣 先把這個主板這邊抬起來 然後握著這個地方 以這種斜的角度 把這個屏幕先拿出來 這樣會比較方便,很輕鬆就取下來了 OK,我們看看主板正面 這個按鈕的金屬觸扁 這個 靠左這個按鈕這邊有點髒 到時候我們待會把它清洗一下 嗯 喇叭正面 也還可以吧,有點灰在上面 不知道這是什麼什麼元件哦 挺奇怪的 知道的朋友 請在我的評論區裡面留言吧 可以讓我了解一下 謝謝大家 OK 讓我們看一下啊 這些小零件的話我們先把它取下來吧 免得掉的到處都是 嗯,真的 比較乾淨 這台機器 外觀上去也很新嘛 好的,接下來我們必須得把這個液晶瓶給拿下來 怎麼樣才能把它拿下來呢 拿著這個排,排線這樣拔的可能不合適啊 嗯 我得確認一下 嗯,仔細觀察一下它這個屏幕好像是 卡在這個框裡面的 你看這個地方 就是硬卡進去的 所以我們只要把它 把這個框 往外頂 是不是就會頂出來了 好了好了 動了動了動了 動了動了 大家注意哦,千萬不要被它弄碎了 要控制好這個 度 現在它已經鬆動了,看看能不能把它 把它撬出來,可以了 這邊怎麼還是扣著它 就必須得小心一點 把這殼子給弄壞了,或者把這個屏幕給搞壞了就麻煩了 啊 它這邊 有點雙面膠啊,我看到,從這個地方能看到 在那個邊框上有一點雙面膠在那裡 OKOK 慢慢的,輕輕的 估計是防止灰塵用的吧 嗯 好了,屏幕我們取下來了 然後這個屏幕的內側,我們盡量手別去摸它 一摸馬上就髒了,你去擦的話就可能有擦痕 所以就這個樣子 裡面朝下面這樣放著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屏幕 我們現在就是它這個 都已經凹凸不平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是因為太陽曬了嗎,還是什麼其他的原因 那其實我們現在要做的應該就是 把這張膜給撕下來 然後換上新的膜,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OK 那我現在嘗試把它撕下來哦 好像還挺容易死的 但是 感覺有層膠留在上面就 這樣不好,我換另外一個地方切入 哎喲 有股很酸爽的味道 嗯 這到底是什麼物質,不知道對健康有沒有害 有點擔心 它上面那層膠我得把它處理掉,去掉 算了吧 算了吧 好臭,真的好酸哦 OK 這個玩偶給我剝下來了 哎呦哎呦,受不了,我扔垃圾桶去了 接下來 我們把它上面這層 上面先膠給處理一下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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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感觉我至少花了半个小时 总算把这个屏幕上面的 坏掉这套膜给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们先要把它装回主板上去 先看看它现在是不是好的 我担心刚刚因为我的暴力 这块屏幕可能已经坏了 还有个目的就是说我要确认那个偏光膜的角度 可以 就这个状态我们把它放 它这个是怎么样的,怎么弄的 哦,装散了 这样 按道理也说没有偏光膜的话这个屏幕应该是 看不到任何显示 这个方便我们事先把开关往上开了吧 OK 然后 装上电池 要听到叮叮一声 有了 但是屏幕上什么都看不见 好了,我们先取一块偏光膜吧 我买的这个偏光膜好像是iPhone用的偏光膜 但这种东西应该都是通用的 哦,大家看到没有 哦,大家看到没有 我已经隐约看到点影子了 然后我们移动它的角度 要找到正确的角度 OK,我们先暂时比对一下这个偏光膜 总感觉好像 跟原装的那个偏光膜不太一样 显示有点奇怪 看起来不清楚 如何是好 还是它这种 原先是 是背光型眼镜用的 因为它这个是iPhone 它说明说是iPhone用的 跟我这种 不发光的反光型的眼镜用的偏光膜是不一样的 反正我现在这个偏光膜很多 我们先剪一块装上去试试吧 从这里开始 大概这边出来 一点点 它有这根参照线还是比较方便的 看一下剪到什么 差不多了 再上去一点点 先做测试吧,简单的 尺寸不对,没关系 先贴上去看看 先贴上去看看 感觉很失败啊 完全不对 哦,它这一面是没有粘性的 哦,肯定是贴反了 这面有粘性 不对吧 没有开玩笑吧 没有开玩笑吧 嗯 嗯 这个视频暂时只能这样了 我看样子要去再去买黑白专用反射型的偏光膜才好 我是羊羹爸爸 之前我在给这台跟波威卡的更换老化的偏光膜的时候呢 发现我买的偏光膜有问题,跟它不是配套的 导致了这个更换了以后呢,颜色变成反色的问题 然后我在网上查了以后呢 有人在,好像在百度贴包吧,在说一定要用三星的S系列的那个偏光膜 然后我就密码就订了一片 等了两个多星期 这两天终于送到了 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这个偏光膜到底有没有用吧 首先我把这个老的 之前用的这个偏光膜撕掉 看一下哦 它这边写了个S8 是三星S8专用的尺寸吧 应该是 怎么感觉也不是很清晰啊 它这边有个RR字样 应该这边是正面吧 感觉有点微妙 怎么还是不对呢 我怎么感觉跟这片其实有点 相似啊 看到了,这片在这个角度的时候 是最清晰的 然后这个膜我怎么感觉 不一样的话 还真的是不一样 但是 没有,像这个角度我怎么感觉它还是反色 到底怎样才是对的呢 然后如果正放的话 感觉很模糊 把它反过来呢 反过来其实变化不大 先剪一块尺寸 嗯 按照它尺寸先剪一块看看 先做个记号 OK 严重怀疑这次这块膜又是不能用的 好的尺寸差不多 找块清洁布 吹灰球 然后撕去它的那层 哇 帅帅帅帅帅 看一下角度哦 好像正反都可以 帅哥没让我失望 太好了 哇 yes 这里还有点气泡 把它按掉 完美完美 太完美了 哇 哇 我刚才还真的以为我会失败 看来网上的信息是正确的 感谢帖帅那位哥们 然后我再把正面的遗产保护膜撕掉 这样就完美了 哎呀 这里还算有个气泡啊 就这样吧 嗯 嗯这个效果很满意 真的很满意 OK 好了 那我们把它装回去吧 关机 哎呀 开关也没装进去 太帅了 装回去的时候 关键注意不要留灰藏在里面 嗯 好像没装东西在里面哦 好的 把它按紧 OK 这个膜我保留着 也许还能盼其他用场 盖上盖子 听到声音哦 嗯 那我把这个屏幕也擦擦干净 它这个也是原装屏啊 是塑料的 在 救济器里面 这 这个屏幕应该属于状态比较好的 哇 好清晰啊 来我们 来我们 终算软件 终算软件 嗯 这个效果相当的好 不错 OK 那我们这一次 这个屏幕的修理 就算是完成了 好了 希望可以 我的视频可以帮助了大家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